因为男友想看自己的思照 女孩头脑一热整理衣服摆好姿势 找到最佳角度一顿猛拍 然后挑选最完美的一张照片发给男友 这是2023新片亲爱的爱丽丝 讲述了20多岁的女孩被男友破的故事 充分展现了被操纵者的状态 女孩名叫爱丽丝 下班后和许久未见的闺蜜相聚在酒吧 这本是一个就有重聚的开心时刻 闺蜜们都打算一醉方休 而爱丽丝却拒绝喝酒 只点了一杯汽水 闺蜜们都察觉到服务员对爱丽丝有意思 但爱丽丝让他们不要瞎说 因为她已经交了男朋友 几人正在聊天时 爱丽丝收到一条短信 她急忙来到卫生间 只因为男朋友想要立即看到她最美的照片 爱丽丝将手机对准自己的胸膛 摆好姿势 反复整理衣服并寻找最佳角度 最终选择了一张完美的照片发给男友 然后早早地和朋友告别 回家的路上她心里忐忑不安 不敢告诉男友晚上和闺蜜在聚会 生怕她会因为她回家太晚 又带有一身酒气而大发雷霆 她不停地用手指搅动头发 任凭发丝将关节乐的冲血发子 极度的紧张让她感不到疼痛 她捏手捏脚回到家 发现男友还没回来 急忙换上睡衣 却在大衣口袋里 找到服务员留下的电话号码小纸条 爱丽丝慌忙将其放在水龙头下冲洗 直到字条彻底粉碎才松口气 这仿佛自己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一样 第二天清晨 爱丽丝早早地起床来到化妆镜前 开始打扮自己 刮毛 卷发 护理肌肤 化妆 一整套流程 已经成为她每天早上起床的必修课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男友总是嫌弃 她起床睡眼惺忪过于憔悴 男友提倡空膛生活 爱丽严格执行 在等待男友买早餐的时候 爱丽丝在窗外反复练习 她要对男友说的话 接着告诉她自己工作很忙 几天后要出差 对方的态度恰如她所预料的那样 这个男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要求爱丽丝一切以她为重 可惜爱丽丝还一直认为是 自己不够替男友着想 将所有不愉快都归咎于自己身上 当晚 男友的话展上 爱丽丝邀请闺蜜前来参观 对方询问爱丽丝是否向男友提过 要外出度假的事情 然而事实上 爱丽丝根本没有勇气明确表达 而是用出差的理由企图蒙混过关 话展结束后 男友垂头丧气地坐在床边 闭脸痛苦 原因是她嫌弃今天到场人数太少 来的都不是什么大人物 爱丽丝急忙安慰她 事后 爱丽丝独自一人坐在马桶上沉思 明天她将和闺蜜外出几天庆祝生日 她为欺骗男友而感到自责 甚至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她的背叛 她不停地用手指搅动头发 任凭发丝将头皮勒得充血发子 最后将成促的头发一拽而下 在柔成团 反反复复 第二天 爱丽丝买了自己最爱的咖啡 和闺蜜分享 并踏上前往度假小屋的路途 一路风景如画 她的脸上再次绽放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如此开心是什么时候了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她收到了男友的一条短信 再次让她心事重重 她看向窗外 脑海中不断浮现男友 在她信心十足时的打击 挑拨她和闺蜜的关系 甚至禁止她和任何异性接触 爱丽丝心中有一种感觉 她似乎正在瓦解自己的自我认知 逐渐失去自我 尽管如此 爱丽丝还在尽力设法改变自己 以此迎合那处处为自己着想的男友 她每天都活在极度敏感的状态中 两个闺蜜之间的亲密 在她看来似乎在孤立自己 爱丽丝敏感地抛下朋友出门 注意到门上张贴的寻人启示 这时她明白是自己多疑了 他们说的不是自己 几人终于赶在天黑前抵达小屋 这里是其中一位闺蜜小白儿时的住所 承载着他们幼时的美好记忆 爱丽丝和两个闺蜜相识二十多年 每年都会找机会来此度假 此次就是为了庆祝小白的35岁生日 餐桌上 几人聊着成人话题 在向往自由和平等的两位闺蜜眼中 爱丽丝对于爱情的看法有些偏执而刻意 她因为男友而不能与任何异性接触 两人不敢相信爱丽丝竟有如此想法 她觉察到两人的神情怪异 爱丽丝不再言语 晚上两人泡在超大浴缸里 爱丽丝却坐在角落不愿下水 只是客气地与两人交谈 回到房间后 爱丽丝带上了床头柜上许久未见的小发卡 但下一秒手机响了 是男友发来的短信 爱丽丝只能拿起手机对准锁骨 拍了一张美照发过去 女孩被男友长期精神控制 因为对方想看私照 她必须立即配合 无论何时何地 而且不能有私人时间 不能和除了男友以外的人接触 即便是异地 男友半夜发的消息也必须秒回 这样的生活让爱丽丝逐渐失去自我 可她仍觉得是自己不够替男友着想 想和闺蜜玩两天 她都不敢和男友说实话 而是用出差的借口蒙混过关 看到两个闺蜜正在玩得兴高采烈 爱丽丝却是保持距离不主动搭话 听到两个闺蜜称她为绯闻女孩 她急忙询问原因 原来她的造型 还和十年前电视剧里女主角一样毫无新意 爱丽丝急忙来到卫生间 查看自己的造型 这时手机再次响了 又是男友发来的短信 爱丽丝借口工作繁忙必须回去 但两个闺蜜知道 她们都请了两周的假期参加这场聚会 当晚三人不欢而散 爱丽丝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过分 便给男友发消息说自己不能离开 小黑也过来劝说爱丽丝 她为了给小白一个惊喜 买了烟花并告诉爱丽丝 35岁生日对小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生日 她需要朋友陪伴 第二天一大早 爱丽丝离开了小屋 脑海中无数次出现 男友要求她远离闺蜜的画面 爱丽丝始终没有想清楚自己该怎么办 回到家中正好遇到小黑和小白 小黑见状急忙喊住爱丽丝帮忙匹柴 看着小黑一锤下去爱丽丝感觉很过瘾 也试着学着小黑的样子劈了一下 然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谁都能看出她心情郁闷无法排解 小黑也帮不上忙只能任由她进行发泄 接着两人开始做肉桂卷 为小白的生日做准备 看着小黑一勺接一勺的撒糖 爱丽丝忍不住提醒说糖吃多了不好 但小黑却说像爱丽丝这样一点糖都不吃 会导致营养失衡 这句话不知道触动了爱丽丝心中的哪根刺 她竟抓起一旁的蓝莓干使劲塞进嘴里 爱丽丝冲到外面接通男友的电话 对方说话加枪带棒 指责爱丽丝欺骗了她 原来男友通过查看爱丽丝的邮件 发现她并没有外出公干 而是和闺蜜一起前往度假小屋 商人的话张口就说了出来 爱丽丝回到房间 立即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第二天一早离开 她听到小白在外面说她的性情大变 于是她开始反思 但脑海里浮现的却总是男友的脸 她总是以亲爱的爱丽丝开头 自以为是的对她说一些所谓的帮助性话语 试图操控她 爱丽丝又开始抓住后脑勺的碎法 用手指不停搅动 尽管头皮已经发红 天一亮 爱丽丝准备离开 却到处找不到自己的手机和钱包 她质问是不是小黑藏起来了 小白告诉她小黑去了商店 现在小屋里只剩他们两人 大家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好好谈谈 因为小白不想失去一个至交好友 看着爱丽丝仍在不死心的寻找 小白说只要她愿意再陪自己玩一次讲版 就把手机和钱包还给她 两人站在讲版上试图保持平衡 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 小白时不时晃动讲版 但爱丽丝却没有心思去胡闹 下一秒 小白一个轻跳 爱丽丝便掉入水中 她本以为这样会激起爱丽丝玩耍的冲动 但没想到对方气急败坏地指责自己 并把自己也拉入水中 爱丽丝想要上岸 却发现男友送她的耳环不见了 她急忙潜入水中寻找耳环 尽管小白说水深30英尺 她却不听劝告 反复潜入水中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相信很多人看到着 都忍不住和小白一样惊叹 真正的爱怎么会因为 你自身的某个缺点而消失 爱是包容的 真的爱一个人 是可以包容她的一切的 可是爱丽丝却整日活在恐惧之中 小白试图劝她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但爱丽丝却不争气地为男友辩解 小白认为这个西蒙 已经把爱丽丝心里对于证悟的概念 和自己的人格一并从脑中抹去了 导致爱丽丝彻底失去了自我 爱丽丝是这样回答小白的 她认为男友对她的控制欲是爱她的表现 两人三观不合 爱丽丝将自己反锁在卫生间 Aless Please please go away Please go away Please go away 次日 爱丽丝早早出门 她生怕会和小白撞见尴尬 直到傍晚才回来 小白主动拿了三明治给她 爱丽丝也顺着台阶下来 小黑开车出去找爱丽丝了 家里又只剩下两个人 爱丽丝向小白道歉 在小白的内心安慰下 爱丽丝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内心所想 她潜意识里是不愿回到那个家的 晚上 小白读书给爱丽丝听 仿佛佛两人又回到了童年时光 这时小黑也终于回到家 小黑的玩笑让三人彻底冰释前嫌 回归到之前的三人姐妹团 他们一起开心出行 现在的爱丽丝终于愿意再次和闺蜜泡一个浴缸 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只愿泡个脚丫 这是爱丽丝在手机收走之后 所呈现出的状态 小白生日当天 几人一起晒日光浴 吃巧克力甜品 晚上一起来到小道餐厅喝酒 畅所欲言 没有手机的日子里 爱丽丝活得像变了一个人 她大方地扭动身体 不再畏惧异性的目光 狂欢之后发着风和闺蜜一起走回家 还吃着一包三块钱的薯片难得的美食 这一切都是因为男友的一句话 真是勾矩为你好 然而事实是扼杀了他心中的快乐 闺蜜俩人都不以为然 他们都认定这个男人不是个好东西 小黑拿出偷偷带来的烟花 三人看着烟花在空中绽放开来 心里别提有多开心 这是爱丽丝和男友在一起时 从未拥有的一夜狂欢 房间也乱糟糟 但三人的心情却如大晴天般灿烂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鸣笛声 小黑满心以为是外卖小哥 本想着可以尽快吃到美食 但一出门 三人傻眼了 只见爱丽丝的男友西蒙竟然不请自来 男人担心女友背着自己悄悄点外卖 偷偷驱车前来捉拿 爱丽丝只能甘大的上前迎合男友的拥抱 小白冷嘲热讽他不请自来 爱丽丝只能甘大微笑 西蒙则说自己打了无数个电话无人接听 小白谎称信号不好 但西蒙却说他的社交账号一直在更新照片 看到这里想必 大家都满脸问好 这个男人真的无语了 爱丽丝明明只是默默捡东西 哪里有大惊小怪 男人似乎看出小白不是个好对付的主 眼神飘忽躲闪 默默跟着两人进了屋 爱丽丝进到屋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着化妆包来到卫生间 今天的他没有大波浪 没有精致眼线 更没有无暇肌肤 他急忙用颤抖的手画眼线 西蒙当晚下厨做了牛排 小白忍不了西蒙对爱丽丝 装模作样说出的令人作呕的话 故意贬低他牛排做的不怎么样 并拒绝他回国重做的动作 这使得他极为尴尬 不仅如此 作为客人的西蒙 敬主动坐上了大主位 这足以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西蒙言语之中充满着对爱丽丝的掌控 他要管控爱丽丝想什么做什么 饭后他独自一人外出抽烟 留下三个女孩打扫餐具 之后爱丽丝和他回了房间 脸上大笑不知道说些什么 令人窒息的对话又开始了 You didn't tell me you were living in the lap of luxury я mercy but then there's lots of things you didn't tell me I mean How are we supposed to be happy together If we can't trust each other Are you Sorry For what you did It's completely Destabilizing When you do shit like this It derails my work I know I'm sorry I just I'm trying to work out Why you would choose To hurt me So deliberately I mean I just wanted to hang out with my friends Right So you want to be here with them 果然结果还是和爱丽丝预想中的一样 自己只是想和朋友一起玩 在男友嘴里却是牺牲了她和爱丽丝独处的时间 浪费了她的相思之情 这是哪门子歪理 最后她又装作受害者一样原谅爱丽丝 正要吻上去 爱丽丝借口刷牙来到卫生间 她内心极其痛苦 扯下自己的碎法 最后又不得不装作无视一般回到房间迎合男友 事后 西蒙在爱丽丝耳边低语 我想要你明早尽快起床 这样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 清早 爱丽丝拉上房间窗帘 收拾好行李要走 面对小白的疑问 爱丽丝目光躲闪 说自己必须要回去了 两个闺蜜面面相娶 眼神中充满心疼 坐上车的爱丽丝心中肯定是不舍两个闺蜜的 她回头望向身后 只见两个闺蜜还站在原地目送 车子被一群骑行爱好者挡住去路 西蒙又开始自己的长篇大论 她嘲笑眼前的骑行爱者们 小黑用实际行动告诉爱丽丝不要走 他们可以保护她 他们可以做爱丽丝的依靠 西蒙看着爱车彻底抓狂 嘴里脏话连连 难见爱丽丝不如以前一样任她摆布 便上前打算动手 小白健壮急忙上前 西蒙不断劝说爱丽丝和她一起回家 但爱丽丝无动于衷 西蒙彻底慌了 不断诉说自己有多爱爱丽丝 自己的行为都是在表达自己对爱丽丝的爱 小黑咬牙切齿地告诉西蒙 尽管西蒙态度强势 小黑也没有后退一步 而是坚定地站在爱丽丝的面前 西蒙见三人团结一心 不怒返笑 这一刻 她明白自己彻底失去了爱丽丝 她将爱丽丝的行李扔下车 并警告爱丽丝一个星期之内将行李搬走 之后便开车扬长而去 见她走后 三人终于赶大口喘气 哪有什么胆大包天 都只不过是为了所爱之人强装的勇猛吧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现实中很多人遭遇破失 没人可以帮助他们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擦亮双眼 看清身边的每个人